各位同學好 那我們這一節介紹的是混乘詭域 混乘詭域的理論 它是鮑林從量子力學的理論所獲得的結果 要講這個混乘詭域 我們再先回到架建理論 架建理論我們考慮一下 比方說我有碳原子跟氫原子 它們兩個如果要結合 當然知道如果說你有原子詭域跟詭域要重疊的時候 那我就先把它的每個原子的電子主態先寫出來 碳的電子主態我們寫到2P2 所以它的架可乘 P鮑魚有兩個電子 兩個鮑魚是半滿的 那氫原子填到ES1 所以我們可以預測一下 如果有碳跟氫要間解 那碳有兩個半滿 那氫有一個半滿 所以聽起來很合理的就是 碳跟兩個氫間解 那不就可以形成兩個CH件 所以理論預測 應該會有CH2這樣的分子 但是實際上 其實我們知道 自然界並沒有穩定存在的CH2分子 那最小的碳氫化物是甲碗分子 所以也就是說 我們的這個架建理論 我們這個架建理論 在這一個很多地方 它可能需要修正 它可能需要微調 那它的修正就是我們現在講的 混乘詭域的理論 那這個混乘詭域的理論 它是包林 它把這個原子詭域 比方說S詭域、P詭域這些 然後它把這個原子詭域 當作是這個波函數 那波函數去疊加 然後得到的混乘詭域 然後得到它的形狀 那我們來繼續往下看 第一個介紹SP3混乘詭域 那SP3混乘詭域 我們就試著有考量一下 比方說甲碗分子 甲碗分子 我就第一個 把碳的電子組態寫出來 那碳的電子組態是2S2、2P2 那它只有兩個半滿 那如果半滿詭域不夠 因為碳要跟四個氫建解 當然就需要 根據架建理論 它就需要四個半滿詭域 所以我們這裡用一個手法就是 我們先給它能量 讓它變成激發鈣 把一個2S的電子提升到2P 那它不就變成碳原子的激發鈣 那它就會有1、2、3、4 四個半滿詭域 但是光用這四個半滿詭域 是不能直接跟氫原子間解 為什麼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甲碗分子 我老師把它畫在旁邊 甲碗分子它的碳接四個氫 那這個四個碳氫建 它的劍能是一模一樣的 那可是如果說我直接拿著 一個S跟三個P 去跟氫原子的S軌域重疊 那這樣應該有一個劍的性質 跟人家不一樣 所以到這裡還沒結束 第一個電子提升 那第二個 我們就把一個S跟三個P 軌域把它打散重組 就軌域混層 然後得到四個能量 一模一樣的混層軌域 那這個混層軌域的名稱 因為它是拿一個S跟三個P 打散重組 那我們就只有這四個都叫做 SP3混層軌域 那這SP3混層軌域 那怎麼操作法呢 你就可以想一下 你想一下是你有一個S S是球狀的 那三個P P軌域是亞靈形 PSPYPZ 那我如果把這四個軌域打散重組 那因為 這個PSPYPZ XYZ軸都有 所以它是一個立體的 所以打散重組之後 形成的四個混層軌域 它也是立體的形狀 那這四個混層軌域 怎麼看呢 你注意 它長相是這個樣子 它長相是這樣 有大半有小半 然後呢 它的這四個混層軌域 就指向 這一個正式面體的四個頂點 抱歉 這一個小半的部分 老師沒有把它畫出來 小半的部分 我們剛說有大半有小半 那比較小的部分 剛在這裡呢 通常習慣上位的簡便 就沒有把它畫出來 好 那這就是SP3混層軌域 那就是它 那指向 這四個混層軌域 就指向了 這個正式面體的四個頂點 好 然後呢 這個花瓣跟花瓣 之間 葉片跟葉片之間 它的夾的角度是 109.5度 那你就要記 它就是正式面體的形狀 好 好 那這是第一個 那如果說呢 它形成混層軌域之後 那這四個混層軌域 再跟氫原子來見解 好 那氫原子我們知道 氫原子它是填到ES1 所以它有一個軌域是半滿的 ES軌域是半滿的 所以呢 接著 接著呢 這一個四個SP3 再分別跟氫原子的S軌域 ES軌域頭碰頭 那我們知道頭碰頭這個就是什麼呢 這個就叫Sigma件 我叫Sigma件 頭碰頭形成Sigma件 所以呢 這個甲碗分子就有四個Sigma件 那這個件跟件之間的夾角 這每一個夾角都是109.5度 好 這樣OK 那我就給它註記四個Sigma SP3-S 然後你要注意還有一件事就是說 呃 這個軌域跟軌域重疊的時候 那半滿跟半滿重疊 那它們形成的這一個間結軌域 那它的 它的這個電子隊 它的這個電子隊呢 呃 間結電子隊 會有兩個電子 那這兩個電子自旋方向相反 所以老師把它畫一下 這兩個電子 間結電子隊自旋方向相反 那這個呢 間結的電子隊在兩個核之間 在兩個核之間 然後它的這個電荷密度很高 然後呢 這個高的電荷密度跟兩個核之間有引力 所以呢 這一個 呃 它的這個件 這個件的本質當然就是電子隊 跟兩個核之間的庫輪作用力 好 這個是 呃 sp3混層 好 那接著我們再介紹 sp2混層 比方說bf3分子 哦 那bf3分子 我們已經知道它長相是這樣 一個棚 然後間結三個佛 好 那這三個性 這個三個bf件的性質是一樣的 好 好 那我們就看一下哦 那怎麼做呢 第一個 鵬的電子主態先把它寫出來 好 那鵬的電子主態是 基態是2s2 2p1 那明顯間間結量不夠 它只有一個半滿 所以呢 間結半滿詭域不夠的時候怎麼辦 第一個你需要電子提升 好 那電子提升把一個2s提升到2p 這樣2s跟2p 好 講過這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呢 這三個半滿詭域 也沒有辦法直接跟佛見解 因為有一個詭域的性質是不一樣的 所以它還需要做什麼呢 它還需要詭域混成 把一個s跟兩個p打散重組 好 所以現在這裡注意一下哦 好 這裡 把一個s跟兩個p打散重組 那一個s跟兩個p打散重組 就得到三個sp2混成詭域 那這個sp2混成詭域呢 你要注意哦 它的能量哦 它的能量就接在2s跟2p之間 2s跟2p之間 然後還有一個p詭域 它沒有打散重組的 它就維持在原本的位置這裡 那這三個能量相等的詭域 就叫sp2混成詭域哦 因為它是拿一個s跟三個p打散重組的 然後呢 它怎麼畫呢 那因為s是球狀的 那p詭域有兩個 那p詭域有兩個 我就假設好了 因為p就是xyz三個軸 那我就假設哦 假設這裡是pxyz 那假設我混成的是x軸跟y軸上的p詭域哦 那如果我混成的是x軸跟y軸上的p詭域 那我們知道ps跟py 它的位置就是剛好在x跟y軸形成的平面上 然後呢s是球狀沒有方向性哦 所以這三個如果打散重組 那得到的三個sp2混成詭域 它就會在s軸跟y軸形成的平面上哦 所以這個平面形成的平面三角形 它會在什麼呢哦 它會在這一個sy形成的平面上 這個平面三角形在s軸跟y軸形成的平面上 那這個它的sp2混成詭域有三個 那每一個的長相呢就是這樣子 也是有大有小 有一個比較大的頁片 一個比較小的頁片 然後指向這個正三角形的平面三角 正三角形的三個頂點 那彼此的角度都是夾120度 就sp2混成詭域 那這個sp2混成詭域形成了之後呢 然後再怎樣哦 然後再跟for的半滿詭域來重疊 那我們知道for填到2p5 雖然2p詭域有一個是半滿的 所以彭跟for呢 半滿跟半滿的詭域 頭碰頭形成什麼呢 sigma件 所以這裡呢 這裡有sigma件 這裡三個都是sigma件 那這三個sigma件怎麼註記呢 那它就是 彭是sp2混成 那for是p 所以就註記 sigmasp2-p件 這樣OK 然後還要注意什麼呢 這個彭跟for各拿一個電子出來共用 所以這個間接電子隊呢 這個 間接詭異的這個電子隊 自旋方向相反 把它畫在這裡 那就是bf3分子 就長這個樣子 好 那這個是sp2混成 然後這個sp2混成 我們剛剛有跟大家講解 就是你要注意 它是平面三角形 它是平面三角形 那平面如果說它是用s軸跟y軸的p詭域混成的 那它的這個三角形就在xy軸的平面上 好 那最後呢 介紹sp混成直線形的分子 那現在比方說bf2 那p件結兩個for p件結兩個for 它是直線形 這兩個件的性質是一樣的 那我們第一個呢 第一個呢 把這個p的電子組態寫出來 2s全滿 那2s全滿 那當然它就沒有半滿 所以怎麼辦呢 第一個 電子提升 所以講的 這三個都發現一件事情 如果你 這個半滿詭域數不夠 你就需要電子提升 那電子提升之後呢 那這兩個件的性質要一樣 所以它還需要軌域混成 混成兩個能量一模一樣的混成軌域 那我如果這兩個sp混成軌域呢 它的能量呢 就介在2s跟2p之間 但是還要注意就是說 這個p軌域有三個 那還有兩個p沒有參加混成 就把它畫在原本的位置 好 那這兩個能量相等的sp混成軌域呢 就是把它畫出它的圖像 s軌域是球狀的 p軌域是啞鈴狀的 那假設我用來混成的是px軌域 那ps軌域它當然就x軌上 所以這兩個軌域打散重組之後呢 它得到的混成軌域就會是在x軌上 那這兩個軌域都長這個樣子 就是一個有大半一個小半 就把它畫出來 就這樣 然後呢它是直線形 形狀是直線形 那劍角呢 夾角 夾180度 好 那我們呢 然後呢 你形成這個混成軌域 然後再來跟佛 劍結喔 那佛也是一樣喔 它填到2p 2p是半滿的喔 所以p跟佛呢 頭碰頭形成sigma劍 現在sigma劍 就ok p跟佛 那這個sigma怎麼助記呢 因為p是sp混成 那佛是p 所以就助記sigma sp-p 那 基本上就這樣子啦 這樣子 直線形 這個p的兩個sp混成 跟佛的2p軌域 頭碰頭形成sigma劍 好 那最後注意事項 這邊剛剛講了三個 注意事項是第一個 你要混成的時候 能量相近的原子軌域 才可以混成為混成軌域 那如果你原本是幾個原子軌域 混成之後 就變成幾個混成軌域 這樣 比方說如果一個s跟三個p 打散重組 那你就得到四個 都叫sp3混成軌域 這第一個 第二個 剛剛我們有看到說 你需要電子提升 那什麼時候需要電子提升呢 就是半滿軌域數不夠的時候 你就需要電子提升 然後第三件事情是 如果是單中心的分子 那中心原子在混成 它中心原子就要用混成軌域 那跟外圍原子的軌域呢 頭碰頭 然後形成什麼劍呢 形成sigma劍 好 那最後我們整理一下 如果是中心原子 間解兩個原子 抱歉 現在老師呢 把這個 在這裡呢 再整理一下 假設我們是 我們從我們的單中心來看 單中心分子 那我們說它的形式是什麼呢 就是中心a 然後y為是x 然後long pair是e 這個 這x是外圍 原子 然後這個m是它的個數 1就是什麼呢 1就是它的long pair 然後n就是long pair的對數 所以我們在研究這個分子的時候 它的混成軌 我們就把它寫成這個形式 axmen 那第一個 如果說它是ax4 中心間解四個原子 那中心間解四個原子 它就需要什麼 它就需要四個混成軌域 它的混成軌就是sp3混成 好 這樣 我們把它劃在這裡 好 sp3 這每一個都是sp3混成 好 那如果中心間解四個原子 那就是sp3混成軌域 這第一個 那第二個 如果說中心呢 它只有 間解三個原子 它有一個是long pair 間解三個原子 有一個是long pair 那它也是要四個混成軌域 它也需要四個混成軌域 也就是你在數混成軌域的數量的時候 你要去數外圍原子跟long pair 合起來總共有幾個 那我把它畫在這裡 如果是中心間解四個原子 那當然它就需要四個混成軌域 去跟這外圍的四個原子呢 去重疊 那第二個 它如果間解三個原子而已呢 它如果間解三個原子 那有一個是long pair 那它還是需要四個混成軌域 為什麼 因為間解三個原子 那這個long pair 也需要軌域去容納它 所以它還是需要四個混成軌域 所以也是sp3混成 那如果說它只間解兩個原子 有兩個long pair 長相是這樣 間解兩個原子 然後兩個long pair 那你注意 那這樣它也需要怎樣 那它也是需要sp3混成 因為間解原子 需要混成軌域 long pair 也需要混成軌域去容納 所以也就是說簡單的來講 如果說我的這個m 加n 等於4 就間解原子 跟外圍的long pair 合起來是4的話 那它就是sp3混成 它就是sp3混成 這第一個 那第二個再往下講 那如果是 這一個 axm en 那m 那m 加n 等於3 等於3 比方說是 ax3 ax3 那就是中心 間解三個原子 那中心間解三個原子 那中心間解三個原子 那就需要三個混成軌域 所以我們說它就是 sp2混成 平面三角形 然後如果只間解兩個原子 然後有long pair 也就是ax2 12 x2 x2 那它也是什麼呢 它也是 合起來三個 也是sp2混成 它間解兩個原子 還有一個long pair 所以總共需要三個混成軌域 123 三個混成軌域 那它也是三個混成軌域 那這個形狀就不能說它是 平面三角形 然後它這個形狀就說它是一個 彎曲型 彎曲型 然後還有還沒結束 那如果說 抱歉 剛剛好像這裡 忘記跟大家提醒一下 這一個 這一個如果 剛剛抱歉再回來一下 這一個 如果是中心間解四個原子 那就四個混成軌域 那這個形狀呢 是正式面體 那麼寫一下 正式面體 那如果間解三個原子 然後有一個是long pair 那這個long pair 這個 沒有另外一個原子 那我們就說 這裡 這三個 正式面體少一個點 看起來像是一個什麼呢 三角錐 那這一個呢 這個 正式面體少兩個頂點 看起來就像是一個彎曲型 如果AX212的話 那就彎曲型 彎曲型 這樣OK 好 那最後 最後呢 如果是AX2 AX2 中心原子 間解兩個原子 那我們說它就需要什麼呢 它就需要兩個混成軌域 就是 SP混成 SP混成 我們就說它是什麼呢 直線型 好 那這幾個是基本樣態 喔